大叔 嗨 我是大叔 歡迎收看大叔的影片 由於最近天氣不好 然後加上大叔呢 又要顧小孩 所以大叔最近已經有一段時間沒有去釣釣了 那大家都知道 大叔最近在學做生魚片 尤其上一次啦 發了那個黑雕生魚片的時候 其實呢 大家反應還不錯 由於大叔最近不能去釣 所以沒有黑雕可以做生魚片 大叔的好朋友 我們號稱黑雕殺手的 登登 黑雕殺手阿龍呢 今天釣過的黑牛呢 立馬呢就說要給我 用來做生魚片 感謝感謝感謝 當然這一隻黑雕呢 大叔一樣要做兩日熟成 那就一起看大叔的影片吧 我們先把魚先洗乾淨 稍微把他表面的淋淋的洗乾淨 我們先把魚先洗乾淨 稍微把他表面的淋淋的洗乾淨 OK 哇 有沒有虎大 哈哈哈哈 待會我們就要準備喔 幫他去塞 然後去肚內 OK 像這種 剛釣上來的黑雕是最新鮮的 所以呢 基本上呢 大叔現在要做的就是 要去去他的腮 還有去他的內臟 保留鱗片 然後準備來做 兩日熟成 好 大叔呢 黑雕已經呢 處理完了 去腮 去內臟了 那接下來我們要把它擦乾 那接下來就要準備塞紙巾到 黑雕的肚子裡面 然後用紙巾 把黑雕包鍋起來 放到塑膠袋裡面去做熟成喔 OK 我們繼續 好 大叔呢 已經將魚呢 擦乾了 然後也裹上紙巾了 好 然後也放進刷袋 再給他抽真空了 那接下來我們就給他放到冷藏 好 明天我們再來換紙巾囉 快滿了 好吧 我先回去 先在這邊一下吧 OK OK 好啦今天是第二天 那一起跟大叔來檢查一下 我們昨天呢 做的熟成的魚呢 然後待會順便幫我們換紙巾 OK 跟大叔請用 OK 這些紙巾呢 就全部都要淘汰掉 帶大家來看一下 我們熟成一天的OK呢 他的狀態 哇 他的眼睛還有沒有很通透 很 還是一樣很通透 然後呢 我們來打開看一下 他的那個肉 裡面呢 乾燥的還不錯 來大叔聞一下 可以聞得到那個魚肉的味道 好 那接下來我們就是要幫他換上紙巾 你等著 讓我來幫你換紙巾吧 先生你有事嗎 昨天呢 大叔家裡面沒有很大的塑膠袋 所以只有這種大概一斤兩斤左右大的塑膠袋 那所以呢 我覺得不夠 所以昨天大叔 特別去買了一個 五斤的那種 容量的袋子 來我們看一下這個多大 你看 這麼大 要裝這樣這一隻魚 哇 綽綽有餘 所以呢 不要委屈你的魚啦 我們呢 就是要給他用大一點的袋子 然後拿去 然後拿去 然後放縫 再去拿去 OK 我們包好了 準備再給他放進冰箱冷藏 那明天呢我們就要準備呢 給他切片 OK 今天呢是阿龍送給我那隻黑牛呢 第二天 那大叔待會兒要把它拿出來 去零 然後取肉 然後呢把它做成生魚片 那我們接下來就一起看看 阿龍送給大叔那隻黑牛 現在變得如何囉 哇 哈 這就是阿龍送給我那隻的黑牛 真的還是要再次謝謝阿龍 就是送給我 然後讓我練習做生魚片 那待會兒呢大叔會跟大家分享一下 大叔怎麼處理它 那很多人問我說大叔 大叔阿你那個 你對於黑牛的定義是什麼 為什麼有的會叫黑牛 有的叫黑牛 那通常呢 基本上黑雕如果大一點的話 很多人都會給它簡稱叫黑牛 黑牛 像牛一樣壯 那個牛的爆發 那對大叔來講呢 因為我們周調普遍釣的魚都比較偏大一點 所以基本上對大叔來講 如果它的體型喔超過35以上 大叔才會叫它牛 35以下大概就是黑雕 這個是大叔對於黑雕的看法 給大家參考 OK 那接下來我們繼續處理這隻黑牛囉 接下來呢 大叔就要開始準備對這隻黑牛呢 進行騙漏了 那進行騙漏之前呢 請容許大叔來跟各位介紹一下 大叔前一段時間呢 買了兩把刀 來讓大叔跟各位介紹一下 第一把刀 這一把刀呢 叫做初刃 正廣做 其實這一把刀 其實我覺得 CP值應該還算不錯 然後呢 大家仔細看 它 我不知道看不看得清楚 它是單邊刃 所以基本上呢 專業型的魚刀 很多都是屬於單邊刃 跟各位分享 另外一把刀呢 是生魚片刀 那這一隻生魚片刀呢 基本上 它也是單刃 然後這一隻呢 叫做 左近白鎂 它算便宜的 因為好的生魚片刀 盡萬的都有 所以那種大叔買不起 當然只有買 左近白鎂 生魚片刀 好 跟各位分享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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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看到大叔呢已經擺片好了 啊大叔這次是第一次呢 把OK的頭把它剖成兩邊 喔這真的有點難度 OK的頭很硬 那大叔呢現在目前呢 把OK的肉片有噴了鹽水 這有兩片 讓它放置大概30分鐘 還有它的下巴都有噴鹽水 然後用紙巾 OK那我們大概就是放半個小時以後再做 接下來的處理 怎麼會很快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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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上付汁 炒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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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香喔 有片魚下巴,還有魚腹肉 擺一下盤,擺盤現在是我最弱的 我們今天又準備了一盤黑貂的生魚片 怎麼又出現了 怎麼又是你了 兩集,連續兩集 都是由他來幫大叔一起吃黑貂 那今天的做法比較有點不一樣 我們一樣呢,有那個用那個七炸鍋炸魚下巴 那因為剛剛那個肚子的部分有些肉大叔沒有削好 所以他那邊有些肉在上面 所以大叔連黑貂的魚腹奶一起下去炸 我感覺就很香 那這一絲想說把皮去掉 一樣在上面做炙燒 感覺看起來好像蠻可口的 感覺怎麼樣 感覺不錯不錯 應該好吃 好吃喔 那我們一樣,不習俗也要開個酒 因為這一瓶開過 所以他沒有太多的氣 因為等一下你還要 我們喝酒不開車 我們喝一點就好了 好不好 喝車不開酒 喝車不開酒 你醉了喔 OK,那我們開始吃了 來,肉總 洗洗看啊 對一下鏡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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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那是什麼 這一塊,感覺很厲害捏 要我幫你配嗎 感覺怎麼樣 好吃 這樣好吃喔 真的好吃喔 喔 好愛吃這個 這個是背肌 黑掉的背肌 那大叔是去皮以後 在他的表面做炙燒 那這感覺應該不錯 沾一點醬油和芥末 很香 喔 喔 好吃 很香 真的很香 好燙 好燙 那剛剛吃了我們的 我們的炙燒生魚片 那我們現在吃他的生魚片 其實你們 其實我喜歡生魚片的口感 絕大 真的 其實我喜歡醬油生魚片的感覺 這個也不錯吃 說真的 至少也不錯吃 但是 就是 比較起來我更喜歡 黑雕折生魚片的感覺 那個一直咬下去 那個甜味 你真的會 就是醬油的味道 加上魚本身 它的那個熟成後的那個 本身所散發出來的韻味 我覺得它會混在一起 還不錯 還不錯 那我們接下來要吃 氣炸的那個下巴 來 我們讓我們的 阿輝 來試試看看 好來 大家看一下 這個魚下巴 哇 很香 很香對不對 不錯 其實基本上阿 那個 魚的下巴 只要是煎的烤的 都是絕大 再搭配啤酒 很香對不對 沒錯 哇 那個肉 好 那另外一塊 大叔就不客氣了 哇 大家你看 嗯 很香耶 對不對 好吃 那它頭阿 它那個頭頂上面 那左右邊的兩片肉阿 那兩片肉是真的 非常好吃 大叔的整隻魚 真的是完全就是 把它吃光光耶 就是兩片魚肉 魚骨 魚肚 我們全部都有利用到 都沒有一絲一毫的浪費 我們就開始開吃了 真的好吃 好 好 對對對 今天這樣子OK嗎 喔不錯 哈哈 不輸外面的 我說真的 真的 這樣子很 就覺得自己料 很新鮮阿 很新鮮喔 OK 乾杯乾杯 哇 感謝你當我的頻道的貴賓 哈哈 好 OK 那今天大叔的影片就到這邊了 那如果喜歡大叔的影片 記得幫大叔分享喔 OK 那我們的影片下一集再見喔 掰掰 掰掰 錆 臨 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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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咸 咦 咦 咦